全球的气候异常 这里原本四季分明的台湾也有明显的变化 像是年初这个霸王级的寒流席台出现了超低温 导致平地降雪 强烈降雨 为了帮助台湾民众阴降的极端气候 有业者取得了全球顶级的供暖品牌代理 在台湾重视了展地中心 而也正式的进入台湾市场 德国供暖品牌强势登台 势必让台湾逐渐拓展的供暖战场重新洗牌 业者引进一系列的供暖商品 为的就是要让这个号称欧洲顶级尊容品牌 温暖台湾市场